Hello 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今天继续咱们的《魔戒三部曲》 又称《指环王》系列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指环王2 爽塔骑兵》 上期视频我们讲到 护戒使者小分队在河岸边经历了一场遭遇战后 队伍中的伯罗米尔为保护弗洛多等人立战而亡 而弗洛多由于一路目睹了太多的牺牲与死亡 不愿连累其他人 于是先行离开 决定独自走上护送魔戒的道路 却因为园丁山姆的不离不弃而大为感动 随即带上他一路同行 余下的阿拉贡 莱格拉斯 金利三人 则前去寻找伴兽人大军复仇 那么弗洛多和山姆的路途中又会遭遇哪些危险呢 阿拉贡三人组又能否凭借自己的力量成功复仇呢 《指环王2 爽塔骑兵》为您揭晓 这次的故事于上集的《魔瑞亚山洞》中展开 在《魔瑞亚山洞》中 巫师甘道夫与炎魔在战斗中双双坠桥 掉入洞内万丈深渊的峡谷缝隙中 在坠落的过程中 甘道夫紧握手中的剑不断地劈向炎魔 而炎魔却因为体型巨大 在狭窄的缝隙间无法做出任何反击 经过一阵激烈的纠缠后 甘道夫与炎魔一同落入峡谷底部的地下深潭中 猛然惊醒的弗洛多大喊着甘道夫的名字 他的心脏正剧烈地跳动着 原来刚才的场景只是一场噩梦 那一旁的山姆被喊声惊醒 赶忙问弗洛多发生了什么情况 而弗洛多默默地说道 我只是做了一个梦 可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梦里的场景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慈祥的甘道夫再也回不来了 修整完毕 两个人继续前行 山的那边 魔多电闪雷鸣的红色天空已经清晰可见 而随着弗洛多与魔多的距离越来越近 至尊魔界带给他的负担便愈加地沉重 但眼前最大的问题却不在于此 而在于没有甘道夫做向导的情况下 弗洛多与山姆在崎岖的山剑中已经迷路多时 此刻一种陌生又熟悉的气息 通过弗洛多的鼻子告诉他 有人在跟踪他们 这天晚上 弗洛多与山姆在夜色的怀抱中沉沉睡去 在他们的头顶 一个脑袋巨大 身材瘦小的蓝眼镜生物慢慢地爬了下来 这正是一直跟踪着二人的古鲁姆 他的目的便是为了从弗洛多手中抢回自己的宝贝至尊魔界 眼看咕噜姆就要得手 洋装睡着的弗洛多和山姆却突然抱起 合力抓住了咕噜姆 原来机智的弗洛多早就料到 跟踪他们的人会趁着夜色下手 于是他与山姆便将计就计 来了个引蛇出洞 山姆并不打算放过被抓住的咕噜姆 但弗洛多却从咕噜姆的口中得知 他知晓前往摩多的道路 在失去甘道夫的情况下 利用他作为向导 布施为一个好办法 在说服了颇有疑虑的山姆后 弗洛多便让咕噜姆上前带路 自己与山姆紧随其后 另一边 掳走导弹鬼梅里与批平的伴兽人 察觉到了人类的气味 他们知道是阿拉贡带着莱格拉斯与金利前来寻仇 便赶紧加快了行军速度 而聪明的梅里 用嘴扯下自己衣服上的绿叶徽章扔在地上 依次给赶来的阿拉贡等人留下标记 此时阿拉贡三人组已经不吃不喝的追了三天三夜 经验丰富的阿拉贡通过地验岩石的传音 知晓伴兽人加快了脚步 随即召唤莱格拉斯与金利也加快脚步 通过地上梅里留下的绿叶徽章 阿拉贡惊讶的发现 梅里与批平还活着 而他们正被伴兽人带去 辩解巫师萨鲁曼的老巢艾辛格 在艾辛格附近 伴兽人仍旧不断地砍伐树木来打造兵器 而萨鲁曼在制造军队的同时 也笼络了北方的人类流民 并且利用他们进攻艾辛格临近的洛汉王国 洛汉王国本是中土世界最伟大的游牧民族 此时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国王西欧顿的儿子在敌人的烧杀抢掠中身负重伤 而西欧顿本人深陷萨鲁曼的远程精神控制 对忠心耿耿的大将军幽默的觐见 置若网闻 宁臣格丽玛则趁此机会牢牢地把持住了王国的朝政 并借机将自己的心腹大患幽默流放驱逐 从此洛汉王国再也没有能撼动他地位的人 夜色下的密林里 掳走梅里与批萍的伴兽人 因为饥饿而发生了内讧 趁机逃跑的梅里与批萍 却被想要吃到他们的伴兽人抓住 就在他们即将被杀死时 一对骑兵从密林的阴影中杀出 面对巨大的机动性劣势 伴兽人像带宰的兔子一样被主意消灭 最终他们全军覆没在骑兵冷冽的刀锋中 到了白天 阿拉贡三人组在路上遇到了昨晚的那对骑兵 原来他们是被放逐的伊欧默 带着自己的追随者正在离开洛汉国 一番友善交谈后 阿拉贡三人得知 他们追寻的伴兽人已经被骑兵们悉数见面 而伊欧默则遗憾地表示 尸体已经被他们烧毁 并且没有留下活口 对自己而言 洛汉王国也没有希望了 说爸他便带人离开 阿拉贡他们找到烧成灰的尸骨旁 发现里面有梅里被烧焦的腰带 就在三人垂胸顿足 后悔没能早一步救下他们时 细心的阿拉贡却根据地上的踪迹发现 梅里与皮平并没有死 而是一头扎进了法贡森林 原来两人在昨晚的混战中逃走 却被一只半兽人一路追进了法贡森林 就在危难关头 森林守护者树胡子救下了他们 然而树胡子认为 他们俩也是作恶多端的半兽人 梅里与皮平拼了命地解释 自己是霍比特人 树胡子却说 只有白袍巫师才能解释他们的身份 就在此时 一位白袍巫师 辩析法般地出现在两人眼前 他究竟是谁呢 回到弗洛多这边 古鲁姆将他与山姆 带进了名为死亡的沼泽 山姆认为古鲁姆故意带错路 意图借助沼泽谋害弗洛多 面对质疑 古鲁姆只是小心翼翼地解释道 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而很快 弗洛多便见识到了死亡沼泽的恐怖之处 他被沼泽中的绿光所吸引 身体不由自主地掉了下去 要不是古鲁姆将他奋力拉起 恐怕今天就将是弗洛多的忌日 在即将抵达摩多之门时 弗洛多与山姆却惊讶地发现 被阿拉贡击败的戒铃并没有死去 现在他们中的一个 正骑着堕落妖兽在空中追捕弗洛多等人 另外一边阿拉贡三人组 此时紧随着梅里与批评的痕迹 闯进了法共森林 精灵王子莱格拉斯察觉到 森林里有一位白袍巫师的存在 难道是叛变的萨鲁曼吗 只有他才是白袍巫师 三人警觉地握住手中的武器 就在此时突如其来的一道耀眼光芒 闪白了三人的双眼 伴随着光的收敛 一位衣着圣洁的白胡白发老人出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位老人竟然是被众人认为已经死去的甘道夫 面对瞠目结舌的阿拉贡等人 甘道夫笑呵呵地向他们解释了 自己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原来甘道夫与炎魔经历苦战后 最终击败了他 可自己也进入了宾死的状态 但最上级的神明并没有放弃他 反而将垂死的甘道夫晋升为白袍巫师 命他重返中途完成自己的使命 神说要有光光变前来 就这样带着神灵赋予他的白马 一个比从前还要强大的甘道夫 回到了伙伴们的身边 他与阿拉贡三人一起 启程前往岌岌可危的洛汉王国 而没礼与批评 则被甘道夫托付给了数胡子好生照看 弗洛多这边 他与山姆还有咕噜姆已经抵达了魔多之门 却因其戒备森严无法通过 苦苦思索间 山姆险些被正在进入魔多之门的敌人发现 弗洛多想要跟随敌人混进去 这种近似白白送死的行为被咕噜姆阻止 他扭捏地告诉弗洛多与山姆 其实还有一条通往魔多的小路 山姆坚持说 这一定是葛鲁姆的诡计 不然他为何不早些告诉我们呢 而听着好友的抱怨 弗洛多不为所动 依然选择信任葛鲁姆 这让山姆多少有些失落 洛汉王国这边 金殿里 公主将爱子已经死去的消息 告诉了西欧顿国王 可面对巨大的丧子之痛 早已被萨鲁曼精神控制的西欧顿 竟然是毫无反应 与此同时 阿拉贡与甘道夫等人 也抵达了洛汉王国 此时的洛汉王国 经过宁臣格里玛的一番折腾 已经变得像坟墓般毫无生气 四人来到金殿前 求见西欧顿国王 侍卫统领带着他们进入金殿 此时格里玛仍旧在西欧顿耳边 尽献谗言 眼见甘道夫等人要坏了好事 他便使了个眼色 吩咐手下动手 手下哪里是阿拉贡他们的对手 纷纷被打倒在地 甘道夫走上前去 未被控制的西欧顿解除咒语 匆匆赶来的公主 看到甘道夫使法 有些担心西欧顿国王的安全 他上前想要阻拦 却被阿拉贡拿住 经过一番激烈的斗法 萨鲁曼被击败 西欧顿那浑浊的双眼 逐渐明亮起来 布满皱纹与斑点的脸 也有了血色 他终于恢复了正常 接着便是清算小人的时刻 西欧顿想要处死格里玛 阿拉贡却劝说道 大敌当前不要节外生枝 萨鲁曼的军队在王国西边 烧杀抢掠的消息 终于送到了金殿内 此前忠心耿耿的大将军 伊欧默被赶走了 随他而去的 还有王国的精锐部队 目前的洛汉王国已是无人可用 担心百姓安危的西欧顿国王 并没有听从阿拉贡等人 抵抗到底的建议 而是命令百姓轻装减刑 前往赫尔木斯峡谷避难 甘道夫清楚这是死路一条 于是他吩咐阿拉贡等人 随着修顿一同前行 以此保护洛汉人民 而自己则前去寻找幽默与他的部队 甘道夫告诉阿拉贡 在第五天的第一缕曙光出现之时 自己便会如闪电般归来 一路逃回爱兴格的格里玛 告诉自己的主子萨鲁曼 洛汉人必定前往赫尔木斯峡谷避难 那里是他们的天然堡垒 而他们带着老幼妇孺 速度必定不会太快 萨鲁曼思考一番 随即下令野狼骑士出发 前去捷击洛汉人 大难临头 洛汉人民能否在西欧顿国王 以及阿拉贡等人的带领下度过此劫呢 弗洛多这边 咕噜姆与山姆的矛盾越来越深 山姆认为 咕噜姆一直在挑拨离间他与弗洛多 而咕噜姆则十分厌恶 这个破坏他与弗洛多友谊的小胖子 这天夜里 弗洛多与山姆席地而卧 沉沉睡去 咕噜姆却仍旧醒着 只见他对着角落里的什么东西低声言语着 原来 持有魔戒长达500年的咕噜姆 早已被魔戒可怖的力量 分裂出善良与邪恶的两种人格 他的善良人格现在占据了如体 正与邪恶人格激烈地辩论着 也许是弗洛多对他的信任起了作用 在邪恶人格的诱惑下 咕噜姆竟毫不动摇 而邪恶人格眼见自己失败 便离开了咕噜姆 咕噜姆高兴极了 他欢呼着自己的自由 第二天早晨 咕噜姆捉来了新鲜的野兔 珊姆却对他生吃野兔的行为十分厌恶 两人为此又争执起来 而此时 一旁的弗洛多听到远处传来的军号声 走到附近的山上 他发现一对路过的士兵 赶来的咕噜姆告诉弗洛多 这些人都是魔军的爪牙 在萨鲁曼的驱动下 他们全力准备着 四季将这个世界拉入黑暗深渊 正说着一伙神秘的蒙面人 袭击了路过的士兵 弗洛多眼见下面打得正热闹 想要快些离开 却被蒙面人抓了个正着 这些人究竟是谁呢 他们是否会伤害弗洛多呢 与洛汗人民一同赶往赫尔穆斯峡谷的路上 阿拉贡对洛汗公主 回忆起了自己与情人精灵公主亚文的往事 亚文并没有选择跟随精灵族前往那个 可以让他们永生的地方避难 为此 他的父亲精灵王找到了阿拉贡 并且告诉他 是因为你亚文才会留下来 而阿拉贡坚持亚文留下 是因为他选择相信希望 正如同自己从瑞文戴尔出发 并成为护戒使者时 他告诉自己的那样 说到这里 阿拉贡有些唏嘘 此时走在前方探路的两名侍卫 却发现了异常 就在他们前去探查的电光火石之间 从一旁山上冲下来的野狼骑士 就已经击倒了一名侍卫 眼看另一名侍卫也不是对手 听到动静赶来的精灵王子 莱格拉斯张贡搭剑 精准地将野狼骑士涉落坐下 莱格拉斯心里很清楚 这仅仅只是一个勘察兵 而野狼骑士的大部队 即将紧随其后而来 他马上将情况汇报给了 阿拉贡与西欧顿国王 西欧顿当即立断 让公主赶紧带着老幼妇孺 前往赫尔木斯峡谷 自己则带着侍卫与阿拉贡等人 留下来狙击野狼骑士 望着漫山遍野的野狼骑士 众人毫不犹豫地主动发起冲锋 有三人组强势助阵的洛汉人 很快就将野狼骑士打得全军覆没 不过自身也同样伤亡惨重 而阿拉贡在战斗中 不慎被野狼拖下悬崖 望着悬崖下湍急的河水 莱格拉斯等人陷入了悲痛 刚夺的继承人阿拉贡 难道就这样轻易地死去了吗 经过艰难的行军 公主终于带领着洛汉的老弱妇孺们 抵达了赫尔木斯峡谷的堡垒 西欧顿国王与莱格拉斯等人 也紧随其后而来 赫尔木斯峡谷的堡垒坚不可摧 唯一的隐患便是他的排水区 敌人很容易从这里打进来 这本该是个军事秘密 却被长期把这朝政的宁臣格里玛知晓 并且告知了萨鲁曼 萨鲁曼召集了成千上万的大军 此刻他们已经从驻地艾辛格开拔 是要将洛汉人杀个鸡犬不留 落水的阿拉贡被冲到了岸边 坚强的刚夺继承人大难不死 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 骑上前来寻找自己的心爱战马 缓缓地向赫尔木斯峡谷的方向驶去 地下的岩洞内 年轻的刚夺将军法拉米尔 正与手下商讨着眼下的局势 他是牺牲的护戒使者伯罗米尔的弟弟 也是刚夺的摄政王最小的儿子 而刚才正是他袭击了萨鲁曼的手下 并把弗洛多等人当作半兽人的间谍抓走 经过一番审问 法拉米尔得知弗洛多是哥哥的朋友 而上一集中 弗洛多在小溪边先行离去 并不知道伯罗米尔已经战死的事情 有着与身俱来的谨慎的法拉米尔 对弗洛多异行的目的产生了怀疑 他略是小计 让古鲁曼以为弗洛多背叛了他 古鲁曼随即在愤怒中被邪恶人格控制 接着 法拉米尔轻易地从其口中 得知了魔戒就在弗洛多手中这个惊人的秘密 与他的兄长一样 法拉米尔认为有了魔戒 自己就能大展身手 挽救刚夺人民与即将到来的毁灭之中 于是他便吩咐手下 将弗洛多等人迅速地押往刚夺的首都 米纳斯提利斯 这边爬雪山过草地 阿拉贡终于抵达了赫尔穆斯峡谷堡垒 堡垒中以为阿拉贡已经死去的众人 真是又惊又喜 但现在还不是可以庆祝的时候 在来的路上 阿拉贡远远地望见 萨鲁曼的大军正朝这里进发 今夜便会赶到 其数量少说也有一万人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便是毁灭整个人类种族 这绝不是单靠洛汉王国就能抵挡出的力量 阿拉贡劝说西欧顿国王 派遣信使请求刚夺的支援 但固执的西欧顿却用嘲讽的语气说道 不会有人来的 洛汉人民只有他们自己 如果这是洛汉的末日 那我们的死将拥在史册 说罢便投也不回地离开了 而在法控森林里 树胡子正带着导弹轨没力于批评 参加久违的数行人大会 这将决定数行人们是否参与人类与萨鲁曼的战争 而对任意一方来说 有了数行人的加入 无疑是对本方实力的巨大提升 那么他们究竟会怎样抉择呢 赫尔木斯峡谷的沿洞内 洛汉的妇孺们陆续藏身此处 而男人们无论老少 各个都披肩代甲 准备与萨鲁曼大军决议死战 年迈但富有精力的西欧顿国王 也穿上了他的盔甲 酒精沙场的他即将与自己的人民共赴生死 叶木很快降临 堡垒内人人屏住呼吸 紧张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 伴随着一阵寥寥的号角划破天空 从城外缓缓走来了一支队伍 守城的卫士惊讶地发现 这支部队打着精灵的旗号 原来他们是精灵王从瑞文戴尔派来的增援部队 整齐化一而纪律严明的精灵部队 无疑是给洛汉军民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很快城墙外的远处出现了大面积的亮光 那是萨鲁曼的军队举着火把 正往堡垒走来 此时天宫却不作美 伴随着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 敌人在距离城墙的一百步的地方停了下来 每个人的脸上都被雨水无情地拍打着 休顿国王与阿拉贡分别指挥城西与城东的防御 守城的众人张弓大剑蓄势待发 城下比半兽人攻击力更强的强兽人大军 发出令人恐惧的嘶吼 先用武器敲打着地面 发出剧烈的撞击声 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了 终于一名老年弓箭手没有顶住压力 他稍一松手 一支箭便飞了出去 射死了城下的一名强兽人 其余的强兽人看着同伴倒下 瞬间怒吼着向城墙边涌来 想要为其报仇 残酷的战役就这样开始了 随着阿拉贡与西欧顿国王的一声令下 城墙上无数的箭矢立刻飞向敌军 刹那间强兽人死伤无数 然而凭借巨大的人数优势 强兽人很快便接近了城墙跟下 并且拿出弓弩开始反击 紧随其后的是坚固的云梯 强兽人们乘着云梯登上城墙 与守军站坐一团 惨烈的肉搏站也拉开了帷幕 在堡垒的排水口旁 一枚巨大的炸弹被放置在这里 周遭的强兽人们让出一条道路 一名手举火把的强兽人 沿着道路以极快的速度跑向炸弹 试图引爆堡垒唯一的弱点 城墙上正在指挥达拉贡 发现了他的企图 立即让莱格拉斯射杀这名强兽人 可是强兽人的体格过于强壮 在挨了莱格拉斯两件后 依旧引爆了炸弹 城墙的一劫瞬间倒塌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口 强兽人们瞬间从火口重进城内 与守军缠斗在了一起 另一边安静祥和的法工森林里 数行人们最终的讨论结果 让批评大失所望 他们并不愿卷入这场战争中 而一旁的梅里也劝说批评 我们还是回家乡夏尔吧 这里不属于我们 平日里嘻嘻哈哈的批评 却一反常态 他强硬地告诉梅里 即使我们回去了 夏尔国也同样无法幸免 堡垒城墙上 即使守军仍在应用奋战 但奈何强兽人数量太多 随着精灵支援部队的首领战子 西游顿国王受伤 众人只能撤退至城内 法拉米尔带着弗洛多等人 来到了刚夺的首都米纳斯提利斯 弗洛多无奈地看着法拉米尔 并且告诉他 魔戒救不了刚多 求求你放我走吧 法拉米尔却不为所动 看着正被萨鲁曼军队攻击 而燃起火光的米纳斯提利斯 他命令手下带着弗洛多前往城里 法共森林里 树胡子送梅里与批评回夏尔国 梅里却故意让他走反方向 也就是爱兴格的方向 到了爱兴格附近 看着被砍伐殆尽的树木 树胡子不由地愣住了 转而便陷入了强烈的愤怒 这里的树很多都是他多年的好友 如今却再也见不上最后一面 树胡子怒吼道 白袍物师萨鲁曼必须付出代价 今晚树行人们便会用巨石 毁灭他的大本营爱兴格 米纳斯提利斯城内 东海岸已经被半授人攻陷 刚夺的军队还在苦苦支撑 到了半晚 他们便会被彻底击溃 法拉米尔告诉示威队长 带我去见我父亲 我有重要的东西要献给他 就在此时一枚巨石击中了城里的宫殿 而前来扎捕弗洛多的借铃 也乘着堕落妖兽从空中赶到 赫尔木斯堡垒里 强受人们插上了萨鲁曼的旗帜 而洛涵最后的部队与阿拉贡等人退守大厅 他们的身后便是成千上万的老弱妇孺 伴随着矮人精力吹响嘹亮深沉的号角 阿拉贡与西欧顿等人骑上骏马 从大厅内杀出 也就在此时 城外的天空中洒来了第五天的第一缕晨光 甘道夫带着救兵来了 他找到了被流放的大将军伊欧墨 与他的人马一同杀了回来 这支军队如同神兵天降般的从山上杀入敌阵 将强受人的阵型冲了个七零八落 艾辛格的萨鲁曼大本营中 树胡子带领着数行人 将萨鲁曼的手下轻松击败 萨鲁曼在艾辛格的宫殿上看着这一切 他怎么也没想到 平日里憨厚老实的数行人会如此的愤怒 数行人拆除水坝 淹入河水 将整个艾辛格都淹成了一片汪洋 萨鲁曼好不容易建立的军工体系 瞬间复制一具 米纳斯提利斯城内 向着漏模式的弗洛多 不顾山姆的呼唤 静止走向城墙 仿佛迎接着戒铃的到来 在他即将被堕落妖兽抓走时 山姆感到 不顾性命的将他从妖兽手中抢下 远处的法拉米尔一箭射中妖兽 迫使其逃走 意识不清的弗洛多将山姆当成了敌人 正欲将其一箭刺死 却最终还是认出了自己的老朋友 被魔戒逐渐腐蚀的弗洛多 颓唐地弹坐在地上 他不清楚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赫尔木斯峡谷中 强兽人大军被打得溃不成军 仓皇地逃离了此地 西欧顿国王挥舞着宝剑 振臂欢呼 迎接胜利的到来 艾辛格的宫殿里 束手无措的萨鲁曼 看着水即将涌上来 只得匆匆离去 米纳斯提利斯内 法拉米尔见证了弗洛多与山姆的友谊 尽管自己的决定会被父亲处死 但最终他还是放了弗洛多等人离去 赫尔木斯峡谷外的山上 甘道夫与守卫堡垒的同伴们 一起远眺摩多的星红天空 他们清楚 魔军不会就此罢休 赫尔木斯保卫战已经胜利 中途之战即将开始 所有的故事都有结局 而今天的战役 仅仅只是故事里的一次高潮 再次上路的弗洛多与山姆 在欢声笑语中恢复了他们的友谊 咕噜姆的邪恶人格又占了上风 同时他将自己伪装成善良的咕噜姆 继续为弗洛多他们带路 指环王2双塔骑兵结束 那么被邪恶人格控制的咕噜姆 会从弗洛多手中抢揍魔剑吗 弗洛多与山姆又会遭遇怎样的磨难呢 中途世界的命运最终又将如何呢 下期视频指环王3王者归来为大家揭晓 好了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指正 咱们下期见